傅里乡39岁的黄志宏获选为今年2020年全国十大神农奖 傅里乡长陈荣冲31号亲自登门贴红榜来庆贺 除了盛赞青农是傅里之光 成为了青年的榜样 动同来推广发展傅里乡的有机农产业 傅里乡除了一位年轻的神农奖得主乡长陈荣冲 余有荣烟 带着手写的青贺红榜亲自登门贴榜青贺 现场气氛热烈 2020年全国十大神农奖选拔 傅里乡39岁的黄志宏获选 过去是一名食品研究员 25岁返乡与爸爸学习种植稻米 结合自己的专长也研发出了不少有机之材 而这一次能够获奖 黄爸爸十分开心 看见乡长陈荣冲亲自登门贴红榜千贺 更是万分感谢 回来帮忙他是很有心 就一直改变 他就没有照我们祖传下来的那个冠形这样做 慢慢做 泥土每年每期刀子割完 他就会挖一些去改良厂去验 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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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不够的什么多的 要解除很认真 那时候大家刚开始做手机的时候 我也是很反对啦 因为产量低嘛 我跟他臭就抖 对啊 说去马阪哦 他是很认真啦 这样慢慢就做起来这样 同村子弟能够有如此优异的表现 拿下全国十大神农奖 乡长陈荣冲高度肯定 圣战是复礼之光 为在地青农的榜样 共同推广发展复礼商的有机农产业 我想这个是我们复礼的光荣 有这位外地回来的青农 然后那个传承他爸爸的这个工作 大家值得 所以说我希望在外面的这个青农 以他们为榜样 然后不了解的可以请我们黄爸爸 来开课受课 然后教终 因为目前的都是在所有机这一块 面对各界的肯定与勉励 新科全国十大神农的黄志宏相当感恩 也将努力贡献所长 提升复礼商的有机农产业 记者石玉兰复礼采访报道